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第五章 连结和载入 那连结载入都牵涉到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目的档长什么样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都是机器码而已 但是如果你有五个城市都编译成韩式库 这时候它就不可能是只是机器码的一种结构 因为你编译成韩式库的话 到时候我就要知道说 比如说你以C元而言 你写一个函数叫F 那我另外一定要定义一个有F的地方 让你连结嘛,对不对 OK,那我储存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把像F这样的名称存起来 那这样子到时候连结的时候才连得到 那所以这一张就会牵涉到一些东西 就是目的档 连结器、载入器 那这里就会牵涉到更一些比较弹性的技术 像动态连结 那最后我们会用Knu的连结工具 来看一下做示范 好,那我们也会看一下目的档的A.OET的格式 那另外看一下Linux的动态载入技术 好,那目的档就是一个包含机器码 但是也包含资料码 但是事实上它还包含一些其他额外的结构 因为你要编成韩式库之后 你要能够让它可以跟其他城市做连结 所谓连结就是把一些标记变成真正的码 那那些标记、外部标记之类的变成码 连结之后变成机器码 那这种外部标记 有包含外部标记的机器码档 就称为目的档 那执行档就是目的档连结完成之后 就输出变成执行档 那一般来讲哦 执行档也可是一种印象档 但是一般的电脑都不会这样做 它会执行档还是会用一种 有结构的档案格式 而不是纯粹的机器码 好,那最后呢 连结器会把这些很多个目的档连结成一个执行档 所以目的档不一定可以执行 但是执行档就可以执行 好,那载入器呢 它必须要把可执行档载入到记忆体里面去执行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动态连结器 或动态载入器 它可以把目的档是在韩式库的状态 直接抓进来连结然后执行 好,那以Windows而言 你可以会看到像什么.ese 这个都是执行档 那以Lenux而言呢 像a.out或者是test.o 这种都是目的档 通常要么就是韩式库 要么就是可执行的 好,那我们如果把主意的结果 最后的这个目的码全部串起来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机器码的印象档 那通常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执行档 好,所以最简单的目的档 就是把这个目的码直接串起来 就变成一个执行档 那这种执行档呢 如果我们都采用相对于PC的定制法 相对于程式技术器的定制法 那不管目的档被载入到哪个位置 都可以直接执行 因为它所有的相对都是相对于程式技术器 所以你不管移到哪里 那个相对的位移都没有变 所以都可以直接执行 那这种叫做PIC的目的码 就是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跟位置无关的码 所以它可以到处移动 好,那针对这种码要载入就很简单了 你就把整块读进来 然后放到一个记忆体 然后就把程式技术器 射到那个记忆体就开始执行了 但是这样的方式会有一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的作业系统没有那种 中断之类的 记识中断的功能的话 那你交给它之后呢 你就 它不还你 你也没办法 它就不还你 你还能怎么办 对对对 你就只能关机重开了 那因为你控制权已经交给它了 那在从前我念大学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那时候我们用的作业系统是DOS DOS就是一个这样的系统 你把控制权交给一个程式 那个程式不还你 它就是不还你 你就只能重开了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常常重新开机 那而且那时候我们通常没有硬碟 没有硬碟 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都还用不到硬碟 我们是用软碟片 那个 那时候还是用五又四分之一寸的软碟片 那所有的资料你就存在一张软碟片里面 那个软碟片大概多少 多大 640K的样子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640K的大小的软碟片 那你所有的资料都塞在那里面 那各位一定想说640K好小 但是我要跟你说 你要打字打到640K 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640K就是六万四千字左右 六五三六个字 你要打字一直打 打到六五三六个字 你可能要打个好几天 那所以并没有那么容易 那所以也不算太小 但是以现在的影光来看 实在太小了 因为你的硬碟是多少 你的随身碟都比它大很多 你的随身碟现在都有些 比如说五一几G 大概五一二G的 算是很正常的随身碟了 OK五一二G的 所以五一二G比那个640K 大概大了几倍 大了非常多倍 五一二G 五一二G 如果六十四G的话 就比640K大了一千倍 所以五一二G的话 大概大了四千倍以上 比我们当时大了四千倍 那不过电脑的原理 其实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大改变 但是现在的电脑都可以 就是说我有时间中断 所以我作为系统在交层次给你之前呢 我就设了时间中转 那你就算不还给我 我还是可以抢回来 这个 这个是现在电脑的做法 所以这种做法其实 以现在电脑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我用时间中断 还是可以再把它抢回来 但是通常没那么简单 因为后面还会牵涉到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诶 各位鱼 各位鱼应该还没上到作业系统 那就暂时先不谈 好 那所以当你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码给载入到记忆体之后 它会长什么样 在记忆体里面 就是说记忆体位置 如果你载入到1200的地方 那它就会就会这样子 变成这个这个状况 那这1200 1210 1220 1230 1240 这通通都是16进位的写法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这样子写 那最后这个叉叉叉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目的码挡指到这里 这最后一块没有 最后一块根本就不在我们目的码范围 我们的程式长度就只有这么长 所以这最后一块没有 它没有载入的话 那我当然不知道它到底是0才1 所以就写差 因为它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1 到底是多少 反正不是我管 到底原本它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 好 所以最后载入完 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种是很简单的印象档 但是有函式库的话就不会这么简单 有函式库的话呢 就会变得复杂多了 那这边我们有个例子 我们用C元的例子 那因为我们的自己写的工具没有写连结器 所以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写的工具 那不过CGCC的连结器做得很好 我们可以用它的 所以这边我们来写一个程式 这是一个有三个程式 一个叫StackType 就是堆叠的资料宣告部分 StackFunction 堆叠的函数部分 那StackMain 堆叠的组程式部分 那我们故意把它分成好多个程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说 它 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 那我们把它转成组合语言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里会变这样 BSN 然后GlobalStack 然后StackIESW512 ok 然后Data GlobalType TypeWord0 像这样 那这个 如果转成StackFunction 这个都还是使用 CPU0的格式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用GCC 直接用X86的格式来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用CPU0的模拟的范例 那你会看到这里呢 组合语言它会选告程式段 这里开始是程式段 因为这段是程式嘛 这段都是程式 所以程式段 然后宣告外部的Stack 外部的Top 这两个变数 外部的Stack 外部的Top 好 那接下来是一段组合语言 那它有宣告Global 潜意的Push 潜意的Push 就是说这个Push呢 是要给外面用 那给谁用呢 那Main里面就有CorePush CorePush CorePush CorePub OK 所以Main里面有用到它 那Main里面也有用到 比如说 像 不是Main里面 是 是这个 这个Function里面有用到Stack 这个就是这边的Stack 有Top 就是这边的Top OK 所以它变成说 OK 这里定义的变数给这里用 这里定义的函数给这里用 好 好 那这边 它有一些 用点开头的这种 它是指分段 那BSS段呢 是Block Started By Symbol 的简称 就是 它是用来储存那些 未初始化的全域变数 什么叫未初始化的全域变数 举个例子 像IntStack128 这就是未初始化的全域变数 因为128个整数 我有设它的初始吗 没有 我只是保留这块空间而已 所以它是未初始化的全域变数 好 那TST段 Test段 这是用来储存 程式的 机器码的部分 但是不是 资料的部分 它不会放在Test段 它会 只储存 程式码的部分 那 资料的部分 它会放在Data段 有设出值化的 有设出值的资料 它会放在Data段 好 那另外呢 它会有这个 点Global这个标记 是用来做 就是说 宣告某些 变数可给外面用 或某些函数可以给外面用 以刚刚的例子就有 GlobalStack GlobalTap GlobalPush Pub Main 好 另外Extend 是用来宣告说 我现在有一些变数 在我里面没有定义 它是在别人那边定义 到时候连结的时候 要把它连进来 好 那这个叫Extend 那像ExtendStack Tap Push Pub 这些都是Extend 的例子 好 那 连结器呢 它基本上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很多个目的档 那些目的档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 没处理完的变数 把那些呢 通通都连结起来 把变数的部分 通通都算成正确的位置 填进去 然后 输出的东西 就叫执行档 所以它要处理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外部引用 有那些Extend的那些东西 把它 把它变成有明确位置的 ok 那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 重定位的动作 ok 那这边我们看一些例子 那这边我都是用CPU0的 的模拟去看 好 CPU0的指令 来看一下 Stack ISW512 那像这样子 它就保留了 那保留了 512个byte 那 它会说 ok b b 这就是bss段 200 就是512个byte 然后呢 这里它会定一个s 就是符号 说 stack 它的位置呢 是b这个区段的 0000 ok 这样子到时候你在做 做 计算位置的时候 才有办法 正确的计算出来 那这边说 top word 0 那它要定义 一个d 资料段 资料段 资料段里面呢 它说0000 就是代表说 这个word 一个word 总共是8个byte 要把4个byte嘛 4个byte 用8个16进位表示 所以这里有8个16进位的0 好 那它是在从s段开 就是符号表里面 它会在d0000 这个 这个位置上面 是top 这个变数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staff function 它这些机器 就会 就会 被 被主意 那主意之后呢 就会得到像这样的值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ldr to top 问题是 top有没有定义过 top 在这一个层次里面 从来没有定义 至少在这个层次里面 没有定义 代表 然后它有宣告说 extend top 和extend stake 代表说 这两个变数呢 里面都没有定义 它都是外面的变数 那这时候 我要去编码 以你去想一下 我们 教你们的编码方式 这时候 我top到底该怎么编 我top有办法编出来吗 top的这段 机器码 有办法编出来吗 没办法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它的位置在哪里啊 对不对 所以我编不出来 那我编不出来 我就留0嘛 对不对 但是留了0 以后载入就变0 那不就完蛋 对啊 你就载到错误的值的嘛 那怎么办 所以一个办法就是 我除了记录 这个机器码以外 我还加一笔记录 加一笔记录 叫做M记录 这个M记录 就是修改记录 修改记录 就是告诉连结器说 未来 你知道这一个top的位置之后 你再把它填到这里来 好吧 当你知道top的位置 你再把它填到这里来 把这一段修改掉 所以叫修改记录 那他告诉他什么东西呢 他告诉他说 OK 现在这一个top的修改位置 是在T0004的地方 也就是这一个T0004的这个地方 你要去把它修改掉 而且他所用的定值方式 是相对于PC 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定值方式 所以你要修改掉 用相对于程式计数器的定值方式 来修改 好 这样听得懂吗 好 同样的这个stake也是一样 所以都有修改记录 这边top也是有修改记录 OK 所以 在 有这种外部变数 或外部引用的情况之下 有些东西编不出来 这时候我们加修改记录 叫以后的连结器再去编 就好了 那之后连结器就会去使用这些资讯填入正确的值 OK 好 所以stakeman也是一样 它这里call push push是外部的 call pop pup也是外部的 所以呢 加修改记录 解决掉这个问题 好 那 这里 stake function 也有加修改记录 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里我们就 就整个目的档 目的档里面就不会只有机器码 对 因为你至少要有修改记录 那事实上呢 你有了修改记录 你就要有一连串的记录 什么样记录 程式记录 资料记录 bss 这种未初始化资料的记录 ok 修改记录 符号记录 符号记录 符号记录就是说 某一个符号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符号记录 那那种未定义的外部变数的符号记录 这时候呢 它就是u区段 然后这个 这个位置呢 就还没有不用填 那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记录 存在 在目的档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去记录各种 这种 这种各种 储存格式之后 你把它做成一个 资料结构写在档案里面 到时候读出来 再去做连结 好 那这时候呢 所有的符号 都尽量是用代号 因为这样才会省空间 那真正的字串呢 就储存在一个称为 字串表的 的表里面 那在 在里面的真正结构的部分 都是使用代号 这样会比较 省空间 到时候做起来也会比较快 好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像 刚刚看到最重要的是 重定位记录 就是M记录 那这M记录 就会有 断代号 代修改的位置 符号的代码 修改记录的类型 那类型 比如说 0代表绝对的 1代表相对于PC的 2代表什么样子的 的定词方式 你就可以写在这里 OK 好 那这种是修改记录的 一个范例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如果它里面有填字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 relocation record 然后 section等于多少 offset等于多少 那当然这样写很长 所以就写短一点 你可以 好 那S记录就是符号记录 就是有某个符号 然后它在字串表中的位置 它符号的分段 然后符号的值 这是符号记录 那像pop 它是程式段的0028 我们就可以这样记录 好 那字串表就是储存一堆字串 如果你通常用c元写的话 你还是用c元的 固定的方式 就是以斜线0做结尾 就是以0字元做结尾 好 那就会储存一点串的字串 一点串的字串 好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 OK 这边是 每一个档案编成目的码之后 它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记录 都会放在这个目的码的档案里面 然后写到印点 那像这个stack function就程式比较多 修改记录也有 符号也有 但是这个stack type是资料比较多 资料 那 stack main也有程式 也有修改记录 那当这些东西呢 最后要被连接起来 怎么连 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